下列染色体,差不多是单套的 叫什么母细胞? 花粉母细胞,它属于胞子体,它是2N的 花粉母细胞是2N,形解构分裂,形成小胞子 所以它是2N的 子叶是受精后的胚巴育来的 而胚是2N 2N,好丑,再一次 它是2N 所以这一体AB都是2N 错错,2N,好,花粉中的管细胞 哦,花粉管,有两个精细胞,一个管细胞 这个管细胞是1N,它属于熊配子体 所以答案是C的 那猪辈的细胞是什么呢? 猪辈是指配出外面的棉被 跟妈妈一样,因为猪辈接下来就要发育成种皮 它跟母体一样,不要写女,要写母体 跟母体一样 所以它当然跟妈妈的包子体一样是2N的 所以这里只有C选项是1N 其他都是2N 所以这里要考虑什么? 整个植物生活史当中各结构 它属于什么体,什么子 是属于配子体,还是属于包子体 还是属于那三个子的哪一子 是包子和子还是配子 那它的套数各是怎么变化 以上是单选13